我想这个额度应该是在扩大了 还要再扩大 应该是还可以再扩大 那我想还是要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执行的那个力道 执行那个程度 执行的度 就是完成的那个比例 可不可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呢 能够把这个钱花出去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 这个一个重要的指标 在我想这边 我也想再回到刚才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好像看不太到 而且它做了的事情 好像也没达到要害 我们现在的问题也好像很严重 政府做了一些事情 除了这个消费券 我们看到一些结果 可是其他的东西 好像都是石层大海 我们这个经济就是 每一次的数字爆出来 都是越来越差 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 我们可以质疑这个 这个蛮有政府 它的这个执行力 可能是会有一些问题之外 我想我可能也帮他们说一下话 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新手上路 我听不清了老师 这个过去这一年的新政府上以后 它的这个重点是在于这个政治问题 怎么样子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政府建立起来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要必须要讲一点的是 他们一件重要的一个物思呢 就是事实上呢 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就是第三季 甚至就是第二季完了的时候呢 经济是已经有问题了 那他们没有看到 那他们还在是忙于呢 这个我们的建立新政府 乃至于呢 他就我想这个政府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是在这个两岸关系 那他觉得这个两岸关系 好像很急迫 那这个经济上就没有给予一个市场的重视 所以呢我这边呢 也就除了讲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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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救急的这个措施 必须要全面性啊 而且是要这个事实性啊 就是那个速度要快之外呢 也要有前瞻性 就是跟过去我们这个环球政府呢 他在如果他能够早半年 就做了像他今天所提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事实上 都已经有些很多的征兆 那我想我们现在呢 可能问题比较 所以我也觉得 他必须呢 对自己要一个 就是像他自己的一个官员所说的 我们这个前三季都有问题 那他要想到 到了第三季之后呢 还有这么样子的 这个副成长的情况之下 还有些什么事情要做 所以呢除了就是 对现有的政策的 这个执行力之外呢 他也必须呢 做一个比较长城的规划 不能够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钟老师 你谈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在马总统上任 马总统当然是第三季嘛 520之后上任 第三季上任之后 这时候忙于建立新的政府 新手上路 虽然他之前讲 说他们已经ready了啦 不过毕竟还是 刚刚成立的新政府 但是真正的问题 其实在就在第三季发生 可是包括第三季 第四季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并没有看到 真正的问题 因此那个时候没有提出 有效的因应方法 才会导致于第三季跟第四季 第四季导致于 全台湾有史以来 最惨最惨的一次记录 可是我再请教李老师 因为你跟马总统 比较熟一点 他的政策白皮书 也是你写的 我也清楚啦 但是我想问一点 就是说 刚刚我们在新闻也有提到 马总统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要在这个礼拜六日的时候 要接见各部会 那我一直要问说 其实他的 那个七百多万票吧 七百多万票 是人家投给马总统 那为什么马总统 永远要站在后面第二线 当然我们都清楚 宪政的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到 是信心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马总统改变他的姿态 站到第一线来 我觉得就这样 就是说其实 马总统他已经很努力了 在想要就是说 能够以他总统的高度 来督导这个团队 所以他现在每一个部会 都去跟他做这个会考 就是说你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部会 法务部老委会 你这个部会到底实现了 我多少政见 他也去做这样的一个会考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很在意 这些宪政学者说 他有点混淆了宪政的奋纪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就像你听说你刚刚讲的 其实台湾绝对不是内阁制 台湾是一个比较倾向于 总统的双首长制 在我的看法 因为你总统直选 你是具有七百多万选票的 一个名义基础的一个总统 所以你今天你是一个管事的总统 你不是一个退去第二线的总统 那我认为马总统他将来管事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 可是就是说 毕竟我觉得马总统在这种非常时期 他应该不要再继续温良攻减让 他应该要更多的霸气 更多的魄力 比如说你觉得哪个部会不行就换 你不要再考虑那些人情事故 论知排辈 还在想到说这个人事案一动的话会怎么样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要大破例 这个部会不行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救失业 大家都同意要救失业 可是你要救真失业 你不要救假失业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所谓的假失业 就是说所谓的真失业是说 他在找工作 他有找工作的原因 那找不到工作 这种人就是真失业者 那有些人是假性失业 就是说 他也许找一找他就不想找了 他就付钱在家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不想再找了 他无所谓 因为他有家庭 他家里也许有钱 或者说他不插乎这份工作 或者是他想继续再看看 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现在政府应该要救真失业 而且要救真正的弱势的失业者 所以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照顾到 中高龄低收入户贫困家庭 这些高风险家庭的失业的人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 你公家机关招募那些能源 你可不可以为这些人先开一个管道 你们可以优先来考 然后给你加分 或者是说 我有些机会 就业机会优先给这些人来用 因为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来讲 有一份工作 他们就是一个家庭的保存下来 没有这份工作 很可能就一个家庭就走上绝路 那我一定要问你 如果马总统 在今天 在这个礼拜 接见各部会首长之后 他发现必须自己跳出来 那是不是马总统 跳到第一线 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 不过在您回答之前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到底政府在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局势的时候呢 这几个月来 他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又该怎么样去调整修改 欢迎台中的王先生 你好 喂你好 第一个我想要跟中间小姐讲 那个长龙是两架 华航是三架 然后顺便跟你讲 是你们家报纸的 然后已经送到美国去了 那相关新闻你再去看 然后第二个 我要跟第四位小姐讲一下 那个我是希望跟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 没有错 你一直讲不要看数字 可是你一直在讲数字 我觉得怪怪的 基金来讲 我们要看中长期 那假如说他中长期做不好 当然骂 没关系 我觉得这可以 那现在应该 我们应该要去检讨 说哪些有问题 我们应该请他来改善 是 那我们看要看中长期 因为我不希望说 前面一两年看到效果 后面整个都没了 那我相对而言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这些人 我雇用他半年 那半年后失业怎么办 是不是失业率又增加了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考虑是中长 而不是说 只做一个绩效 失业率降下来 这我也不希望啊 像刚刚那个穿红色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工刑系的教授 讲的也是对的 该检讨就要检讨 我觉得这个还是对的啦 好 那个穿红色叫卢彦丽小姐 另外叫红素清红小姐 那